来看体育方面 北京时间23号晚上的10点 中国精华李娜迎来她在WTA年终总决赛的第一场比赛 对手是意大利人埃拉尼 李娜延续了对埃拉尼的强势 顶住对手在第二盘末段的反扑 第11小时46分钟 以6比3和7比6击败了对手 将对埃拉尼的全胜记录扩大到了6场 收获了小组赛的开门后 李娜首场年终总决赛的对手是意大利选手埃拉尼 在此前双方的交战记录中 李娜保持着6战全胜 昨天比赛一开始 中国精华就展现出赢球的超强欲望 首盘在完成一次破发后 李娜以6比3占了先进 第二盘意大利人埃拉尼展开了反扑 她完成破发并取得了3比1的领先 好在李娜并没有受到影响 她将比赛拖进抢7局 并以小分7比5拿下抢7 从而以2比0的总比分击败埃拉尼 取得年终总决赛的坎德红 另外世界第一小威廉姆斯 竹了两盘 战胜了波兰姑娘拉德万斯卡 取得两元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